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赛赛 欢迎来到赛赛讲游戏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 黑云系列 Part 2 第二集 希望有人收看我的影片 多谢大家 OK 那我们马上开始游戏啦 继续上次 灰尽在城堡里 赛赛我好不容易 勉强打赢红色眼的精英骑士之后 来到了城堡的主厅 这里有一位老人家 坐在椅子上 熟悉游戏的老手 知道这里可以杀了他 触发武良Boss 但我们就不会这样做 按照正常流程 我们跟老人家聊天 他意思就是 要我们去其他地方打完Boss 然后再回来找他 然后他就给了一面环奇道具我们 有了道具之后 出来沿着几条大楼梯下降 我们就来到了Boss的地点 这里有一栋大门 当我们的灰尽 尝试触摸到门的时候 感觉到背后有东西接近 回头一看 发现有一团黑色的迷雾 然后从里面 出来了一头巨型的 骑士盔甲生物 他就是本作第二个Boss 冷烈谷的波尔多 他身上发出来的冷气 和他手上的那把巨大 又有气体离慢的大锤 表明他的攻击 会有冰冻的伤害 他的攻击算是很容易预测到 起手动作又明显 攻击间隔也非常大 用长剑这些快速武器 可以很快地做输出 而且还有一个策略 就是赛赛我刀尽量在他的側面 或者后面移动 这样有机会直接躲避Boss的攻击 如果不小心被他打中 会有一个冰冻的素食条出现 如果连续被他打中 就会受到负面冰冻效果影响 灰尽会承受更多的伤害 和减少耐力的回复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 不要被他打中 幸好怎么说 他也是第二个Boss 难度也算是容易 坚持一段时间 很快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Boss 打赢之后 我们会取得波尔多的灵魂 之后我们可以用来 换取他的武器 点着这里的溝火之后 我们就继续前进 去下一个地图了 来到沿岸边 我们的灰尽 会举起之前老婆婆给的一面棋 很快就会有几个白色 有翼的石像鬼生物出现 他们不会攻击灰尽 相反他们会捉住灰尽 然后带他飞去下一个地图区域了 落地之后 我们来到了Undead Settlement 不死聚落了 礼牌点着溝火先 然后继续下来 会遇到很多干尸敌人 和狗形态的生物 轻松将他们铲除之后 我们来到穴崖边 这里有一个NPC 和他对话 就可以将他变成伙伴 之后他就会在我们的基地出现 回回头 会见到一些像龙民的敌人 他们会被之前的骷髅骨士兵强些少 杀出一条路 再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 这里会有几个干兽 带着小偷帽的敌人 他们的移动和攻击都比较快速 最好在他们出手前攻击 两三下就搞定他们了 接着再来到一棵大树前面 这里会有很多龙民敌人 和一个肥仔丝 他会对灰尽用黑色的魔法攻击 而且手上那把有刺钉的大锤 也很害怕 不过肥仔丝的行动比较慢 虽然钉刺锤比较难避 用一些技巧我们可以背置它 搞定之后 可以顺便将附近的自然都收集一下 继续下来 会来到一个有门的房间 一个小偷帽的敌人 在天花板下来 打开门出去 这里会有一座桥 桥下面会有另一条通道 我们先跳下去 解决这里的敌人 就可以去到这里的沟火了 游戏玩到现在 沟火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出来了 当我们用完补血之后 沟火到休息可以填充元素瓶 再翻出来 我们会在屋顶遇到更多敌人 清理他们就可以救出另一名同伴了 他会教我们用咒术之火 然后在屋顶下来 这里会有几个红色衣服的争女敌人 会有些蓝打 他们背着一块木板 通常用一把大斧头攻击 有些还会拿着圆形的盘来攻击 注意多些躲避 小心流血条 在他们身后输出就没问题了 消灭这里的敌人之后 我们会来到一栋大门的前边 门后边其实就是第三个boss 但是现在我们暂时开不住 就要兜第二条路才进去 屈回头 我们找到一个类似地牢的入口 下去会遇到几只老鼠的怪物 数量多的话都挺烦人 前进有一团迷雾 更会遇到一只大的老鼠 好在他很少血 几下就给我们搞定了 出来后 这里会有一条桥 我们可以点着另一个溝火 然后玩家会被一个紫色的NPC入侵 这些NPC 和怪物敌人不同 他们好像灰尽一样 会用各种武器 背刺和格党这些致命一击 他们都会用 甚至还会用技能 或者饮血瓶子的补血 我们要打升12分精神 跟他拉鞋箭 学习他们的武器动作 看准他们的攻击去躲避 这样就可以通过了 再之后 赛赛我就选择转回头 去另一条路 打开一栋大门 接着会遇到一名NPC 因为他的规格好像洋葱 我们就叫他洋葱骑士 之后我们还会见到他 旁边会有一部电梯 我们走上去 就会搭上去建筑物的顶部 这里会有一名中立的巨人 玩家可以选择击杀他 或者跟他对话 表示友好 这样之后就会帮到我们了 搭升级下来 中间跳下去 可以来到游戏的一个隐藏地区 灰尽会再次遇到洋葱骑士 跟他聊完之后 我们跳下去 会遇到一只大型的恶魔 他拿着一把大斧头 全身穿着火 算是一个迷你BOSS 不过好在 洋葱骑士也是会帮助我们的 他的攻击虽然慢 但伤害很高 同时 我们都要注意恶魔噴的火炎 和AOE攻击 尽量让洋葱骑士吸引火力 趁恶魔攻击他的时候 我们在侧面输出 应该很轻松就可以搞定了 当战斗结束之后 洋葱骑士就奖励灰尽 然后坐在地下休息 睡着了 之后我们在附近收集各种物品 然后再次回到溝火 OK啦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不死聚落这幅图 也算是复杂 敌人也种类繁多 幸好也有几个溝火被玩家吐气 下一期 我们将会挑战这里的BOSS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影片 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